天下雜誌童書出版 小琪的藍絲帶 小琪最討厭田徑運動日了 她跑不快 跳不遠 跳不高 也不太會丟球 而她最厲害的就是靜靜地做著畫畫 可是田徑運動日沒有這個項目 那天早上 韩老師問二年級的全班同學 好 我們今天要做到哪三件重要的事 珍妮娜舉手說 盡全力做好 小琪很想這麼做 可是就算她盡了全力 也比不過別人 就連珍妮娜最差的表現也比她好 那塔利接著說 為每個人加油 凱文說 就算他們是最後一名 莎莉轉頭看著男生 巴斯特像以前一樣 沒有先舉手就大叫 就算他們表現得很差勁 巴斯特曾經跟小琪說過 她的跑步成績真是差勁透了 小琪低頭看著桌子 她剛剛畫完一座有角樓和尖塔的城堡 正要開始畫噴火龍 韓老師說 沒有人會很差勁巴斯特 你應該為每一個人加油 小琪也打算為每個人加油啊 田徑運動日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喔 韓老師問大家 有沒有人知道啊 小琪想不出來 也許該祈禱下一場雨吧 田徑運動日最重要的是 韓老師說 就是玩得開心 喔喔 至少小琪可以做到其中兩項喔 到了該離開教室的時間 大家抬起自己的椅子去排隊 每張椅子後面都黏著一個信封 是用來裝比賽贏得的絲帶 絲帶分為四種 最棒的是藍色 然後是紅色 再來呢就是金色 最後是銀色 銀色啊 其實就是醜醜的灰色啦 小琪知道 運動日結束之後 她的信封裡會放滿了灰絲帶 小琪最後一個離開 她從桌上抓起了一把彩色筆 塞進口袋 或許她可以在不必上場比賽的時候 把信封給畫一畫 如果裡面裝滿了灰絲帶 至少外面還很漂亮喔 春天的天氣真好 不冷也不熱 天空是明亮的藍色 還有幾朵蓬蓬的白雲 一朵烏雲都沒有 所以 祈求下雨一點也沒有用 第一場比賽是八百公尺賽跑 要繞著操場跑四圈 女生先跑 小琪一邊為他們加油 一邊在新風上畫城堡 龍還有穿著閃亮盔甲的騎士喔 小琪可以一邊加油一邊畫畫欸 她大喊 珍妮娜加油 沙莎莉加油 納塔莉加油 珍妮娜贏囉 她拿到一枚藍絲帶 沙莉和納塔莉比她慢一點點 拿到了紅絲帶 其他遠遠落後的女生 拿到金絲帶 最後到達到達的女生喘著氣 沙莎紅臉差點哭出來 她們用走的走完最後一段 當然是灰絲帶啦 我一定會和她們一樣的 小琪心裡想 輪到男生囉 小琪聽到班上女生在加油 凱文加油 凱文加油 巴士特加油 巴士特加油 凱文是男生中的飛毛腿欸 凱文加油 巴士特加油 巴士特加油 小琪好像聽到納塔莉大叫 小琪加油 平平 她就是沒有辦法跑得更快 她的肚子好痛 快喘不過氣了 她跑到終點的時候 小琪喘著氣 仗紅臉 差點哭出來 教體育的西老師 拿灰絲帶給小琪 這是你的 那還用說 巴士特跟小琪說 跑得不錯嘛 小琪知道 她根本就在開玩笑 跳遠的時候 第一次小琪起步太慢 第二次又太快 得到灰絲帶 珍妮娜 納塔莉和沙莉 都拿到藍絲帶 凱文和巴士特是紅絲帶 跳高的時候 小琪根本就跳不起來 她衝到欄杆前面 就停住了 西老師鼓勵她 小琪 再試一次 小琪衝到欄杆前面 又停住了 是最後一次哦 小琪衝到欄杆前面 還是停住了 又得到灰絲帶 下一位 西老師大喊 丟垒球的時候 巴士特丟得最遠 小琪的球飛得很高 卻不夠遠 呼通一聲 掉到地上 落在灰絲帶的範圍內 休息時間到了 西老師宣布 韩老師發水給大家的時候 所有人都坐在椅子上 比較絲帶 巴士特問小琪 你拿到幾個 你拿到幾個藍絲帶 小琪沒有回答 珍妮娜盯著小琪畫好的信封說 哇 你的信封好漂亮哦 你可以幫我畫信封嗎 小琪想了一下 诶 她是認真的嗎 我給你一枚藍絲帶 好啊 小琪拿出了彩色筆 開始在珍妮娜的信封上畫畫 她畫了一座城堡 裡面還住著一位公主耶 她知道 女生都喜歡公主的嘛 莎莉說 也幫我畫信封吧 珍妮娜告訴她 我用一枚藍絲帶 請她畫的 那我也給你一枚藍絲帶 好啊 現在 石自由參加的比賽項目 兩人三角 跳繩 湯匙成蛋和跳跳球比賽 你可以全部都參加 也可以都不參加 小琪不想參加 兩人三角比賽的時候 她幫莎莉畫信封 跳繩比賽的時候 她幫凯文畫信封 湯匙成蛋比賽的時候 她幫娜塔莉畫信封 巴斯特回到座位喝水 她告訴小琪 你畫的一點都不差勁 她拿了一枚藍絲帶 給小琪 也幫我畫畫信封吧 小琪對著巴斯特笑一笑 巴斯特也對著小琪笑一笑 她說 我要一隻巨龍 跳跳球比賽的時候 小琪為巴斯特 畫了一隻巨龍 比賽結束後 小琪看著自己的信封 她有五枚藍絲帶耶 她知道這些不能算是田徑運動日的藍絲帶啦 不是賽跑 跳遠 或丟球得到的藍絲帶 而是她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得到的藍絲帶 韓老師發冰棒給大家 小琪撕開包裝袋 舔著冰棒 田徑運動日結束後 冰涼的柳橙冰棒 嚐起來最棒了 特別是在自己盡了全力 也為別人加油了 而且是玩得很開心的時候 在自己盡力 在自己盡力